花蓮之五县文教慈善协会 已经连续12年在端午节前夕 发送爱心粽 24号的上午 更是特别送了450颗的肉粽 来到花蓮市清洁队 议员吴东升等人 也送了100箱的饮用水 让队员们补充水分 向维护环境适容的队员们说声 辛苦了 之五县文教慈善协会 在今年除了将端午爱心肉粽 送给地方的弱势家庭 而14号上午 更是在理事长林建成 及创会理事长江如林的带领下 将450颗肉粽送到花蓮市清洁队 就是要感谢他们平时 维护环境的辛劳 那今天送到清洁队是 想说给慰问一下清洁队 他们长年来这么辛苦的 为花蓮市民 做了那么多的 手手碎碎的事情 所以我在年节之前 来送了他们 让他们的一个 宽度一个端午佳节 也祝他们平安健康 县员吴东升市民代表 黄达翔 陈慧清等人 也来到现场 赠送100箱饮用水 给清洁队员 希望在炎炎夏日 队员们也不要忘了补充水分 以免中暑的情况发生 花蓮市公所主任秘书 欧美华也代表公所颁证感谢状 并提醒花蓮相亲 清洁队在冬午廉假期间 收晕垃圾一样是不打烊 来我们感谢我们直五县 今天到清洁队来 来慰绕我们清洁队员 他们送了450颗的种植 而且这些种植我们感动 几乎都是我们直五县里长 代表议员他们亲自包的 然后因为其实直五县的成员 还蛮特别的 那里监市几乎都是议员代表跟里长 然后我们感谢他们这一次 这么关心我们的队员 那我们也在这边 跟我们相亲朋友说明一下 那我们清洁队除了春节 清孕垃圾的时间会有所调整之外 我们平日的都是按照 平日的收孕垃圾的时间 所以这次端午节的佳节 还是跟平日一样 还是有继续在收孕垃圾 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放心 不用说话 要怕各社会堆积在家里面 自五县创会理事长江如玲表示 每在端午节前都会发送爱心漏众 已经连续办了12年 今年包了超过一万颗的粽子 全都是透过社区志工的 婆婆妈妈齐心合力包的 除了送给低瘦路户 竞品家庭及祖和祖拳祖农 等三个夫妻站之外 还特地在端午节前送到清洁队 借此来感谢清洁队员自立花莲市容环境的辛劳 也期盼社会大众对弱势也能付出更多关怀 记者徐黎晴花莲市报导